大家好 我是洪准 欢迎收看谷海弘扬 今天的加全股价指数盘中再度下跌36点 又创了一个波段的新低 但是我常跟大家讲什么 操作它有一个tempo 利而又之乱而取之 每一次告诉你说在利空之中 你要抓紧机会去买进 但是有多少人会有办法 克服你自己心里的障碍 然后在一个利空之中 找到未来的机会在哪边 但是你要找到未来的机会 你必须要有一个技术面的分析 一个产业面的观察 你才有办法去创造一个机会 所以每一次当大盘拉回的时候 你还记得吗 我们当初是怎么样去买红准 不好意思 怎么样去买文帽的 当时候大盘不就是也是这样子跌的吗 那时候我们在买文帽的时候 你还记得吗 在这一段吗 但是大盘是不是这样杀的 但是杀下来的时候 它是不是最好的买点 波段的强势股 你要买在短线上落势的时候 可是每一个人都会怎样 都会因为自己的心理障碍 然后克服不了自己的心理障碍 最后就错失那个最好的时机 自贸也是嘛 这一段60%上来 大盘不是也是这样杀的吗 所以每一次拉回的过程 是你的机会 只是主流它在转换 你有沒有抓到而已 今天大盘杀成这样 已经跌了600点 但是跌600点下来 我问你 你手中的股票是这个吗 你是红海吗 你是联发科吗 还是说你是手上握的是大力光 这些股票呢 基本上都是什么 都是法人的股票 那为什么法人 他要在一边砍这些全值股 目标还是在指数嘛 当他在操控指数的过程之中 其实他在悄悄的买进个股 只是你有没有发现到而已啊 当你连这个tempo都抓不出来的时候 你要怎么在股票市场里面生存 春根下雨 秋收东场嘛 每一次布局的时机 绝对是在行情大跌的时候 你要学习主力的操作方法 但是每一次大跌的时候 考验的就是你的信心跟决心啊 你还记得我们怎么做的吗 周报就这个礼拜跟大家推荐了嘛 我们用5317的凯美来做一个示范啊 当他出现突破跳空趋势改变的时候 我们画出他的镜色图 怎么买怎么卖 我是不是告诉你说 他的压力点在哪边 在49块嘛 所以你每次来到 每次来到压力区的时候 他一定会做一个震荡嘛 你可以抓到市场的主流标股 而且你可以知道 他的压力区在哪边 所以你看到5317的凯美 最近是不是开始震荡了 我们告诉大家的时候在这里嘛 指数大跌的时候 指数大跌的时候 人家在创新高 但是来到49块的时候 是不是告诉你说压力区来了 那你是不是要先走一趟 你没有走今天再去套牢 这不能怪我啊 操作一定是有个公式跟方法 只是你懂不懂的去运用啊 今天你有个机会 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你一定要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你要去看什么 你要去看我们的周报 未来会推荐什么样的股票啊 这次给你一个一次满足方案 最低的成本又可以学到技术分析 而且他有进又有出嘛 这样子的价值给你 你还会在意它的价格吗 一档啊 一档这样子的股票 我就让你赚多少钱了 而且大盘是这样子杀下来的 大盘是这样跌的 那未来如果说 大盘开始指纹向上的时候 标股呢 是不是一档接着一档带你去赚 这个是最低成本 最低成本的机会哦 而且给你的是最佳的优惠 你又可以学到技术分析 你又可以有进有出 又可以赚到钱 而且你不用花费很高的成本 三个要求你一次都板足给你了 再过 今天已经礼拜四了 明天新的周报就要出来了 大盘在回档的时候啊 可以强于大盘的股票 绝对是市场的主流 为什么它是市场的主流 股票会涨有两种原因嘛 第一个是它基本面具备成长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它筹码相对的稳定 那我们可以观察到 当大盘在击杀的过程之中啊 能够相对稳定的 上涨的机会 上涨的那些个股 不就是相对筹码稳定的机会吗 所以呢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你要掌握的是涨价题材啊 你买对股票跟买错股票的差异在哪边 很多人会去追红海 这变成法人在追杀的标的 但是我们带大家去买什么 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你要去看涨价题材的个股嘛 所以我们买了2472嘛 立荣店 就算大盘在跌的时候 它不也一样撑在盘上嘛 而且人家还在月均线之上 还有谁 一样是涨价题材的8402的金山店啊 它还是在月均线之上 是不是逆势的抢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逆势抢 是不是代表说 他们的筹码相对稳定 那未来的机会呢 一旦大盘开始回稳之后 它会不会像自贸一样 当初的买点 在这边的买点一样 可是你又会错过了吗 如果他未来走出这一段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每一次的恐慌啊 都是你一次的机会 但是你都悄悄的 把这个机会给溜走 春耕夏云秋收东场啊 你要克服人性的灿烂与恐惧啊 你要找到市场的tempo 是怎么做的啦 现在已经开始在多杀多杀融资 你只要忍过几天 过几天就好了 因为只要行情开始回稳的时候 大盘这些主流的个股 就会冒出头来 很多人都告诉你说 行情总是在一片乐观中毁灭 在一片悲观中升起 可是现在是市场最悲观的时候 你也跟着大家去悲观 你有办法去找到未来的主流吗 未来的主流一定在这里面 你可以做用最低的成本 你可以学到技术分析 你又可以找到未来的标股 而且我们是有公式 有方法在操作的 跟你的操作完全完全是不一样 因为你们只知道说 现在跌什么去买什么 用买菜的心态去买股票 但是我怎么跟你讲说 像这种股票啊 大盘弱势之中能够找到逆势强的个股 相对有资金在做布局 这种股票你敢买吗 大盘在跌你敢买这种股票吗 12月5号的时候 在我们Light 8里面都有跟大家讲 那你可以看到今天的要华是怎么样 锁住还锁27000多张 标股怎么找 只有在黑暗之中 你才能抓到最璀璨的流星 只有在夯情大跌的时候 你才能找到未来的明日之星 你不要再等了 明天就是礼拜五了 新的周报就要出来了 当新的周报出来的时候 你又错失一次布局的机会 你会oh啊 你要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你就必须要有领先市场的思维 现在很多人都已经 很多的专家市场上的专家 都已经开始在看空了 为什么你不在18000 在高点的时候去看空 你要现在去看空 这里为什么你不放空 你现在拉回急错的过程之中 你才要去放空 但是其实拉回 这个多头趋势并没有改变 整个市场的经济状况 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你这边放空真的是对的吗 还是你可以逆势去 去找主流未来的主流的机会 操作一定要有公司要有方法 现在已经是一个打团体战的时代了 你千万不要再孤军奋战了 你在孤军奋战只有挨打的份 让我们成为您登峰的祥导 为您指引成功的道路 古海洪洋助您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